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受持为勇士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上升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讲 金刚萨埵的 应该是百字明的功德 百字明的话 我们学院当中的 大多数的佛佑 十万篇最近已经念完了 没有念完的话 希望继续念 已经念完了的这些人 过两天开始修供曼刹罗 今天我们讲百字明 也就是说 第五个问题 忏悔的功德 其实真正忏悔特别重要 如果没有忏悔的话 我们什么时候死 非常难说 如果我们以前所造的这些罪业 没有忏悔之前死的话 那就特别遗憾 我记得在《入菩萨行论》当中也讲过 罪业未尽前 卧生火险亡 罪业没有清净之前 我可能会显死亡的 云和陀赐罪 鼓起受救护 后面都是这样讲 如果罪业没有消禁之前 我先死了的话 那么以前所造的罪业当中 我怎么样得到解脱啊 所以先祈求十方诸佛菩萨 尽快救护我 我们应该每个人 要有这样的想法 我们还是尽量地 把百字明十万遍念完 我都是这样想 我们个别的人经常说 自己以前造过很多的罪业 那这样的话 你最好临死之前 临死什么时候来 谁都不好说 不管年轻人 老年人 真的不好说的 再这样的话 尽快把百字明念完 那么这也是一个人生当中 最有意义的事情 如果一心一意 专注所缘起 不缠造永述的一些话语 一次性地能念完 一百里 八遍百字明的话 那么往昔所造的一切罪障 以及所死毁的戒律 一定会得以清净的 这是什么呢 金刚萨埵亲口承许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到 如果心一直专注于金刚萨埵 然后一心一意地 不缠辞其他的语言 其实我们一做一做地 修金刚萨埵的时候 至少也是 念一百里八遍之间不说话 就是这样念的话 那么一定会能罪业清净 罪业清净的话 不是我们世间其他人说的 这是金刚萨埵亲自说的 其实《金刚定经》当中 也是说过 假使往昔造了种种罪业 无无等一切罪重 那么由此百字正言加持故 有百字明的这种加持缘故 一切罪障细细细细消灭 又有这个教证 所以如果以前造得也非常严重 那么一心念百字明 即使造得无间罪 也是得以清净的 所以我想我们每个人 不要认为自己可能特别清净 没有什么罪障 不能这么想 应该好好地忏悔 《五个忏悔许》当中也这样说的 百字明是一切善事智慧的精华 能够净除所失毁的戒律 还有分别念的罪障 可以堪称为一切忏悔之王 倘若一次心能念诵 一百零八遍百字明 那么可以初步一切所失之戒律 不会堕入善恶趣 任何一位瑜伽使者 如果能发誓念诵 不但此人今生会被三十诸佛 思为什么呢 生妙长者而已 加以护语 这个人天天都是这样 每天都 如果我们能发愿 一天内念一百零八遍 这是好多学院当中也有这样的 一天念一百零八遍 百字明 这样所有的十方诸佛 都经常忽悠你 而且明宗之后 无疑会成为诸佛的长子 他不会堕入善恶趣 这是对我们来讲 应该很多人都是买保险 医疗保险 养老保险 但是养老保险怎么样 也是没办法的 最后也会睡老的 没办法的 所以这是对我们后世的一个 可以说是最好的一个保险吧 很多人都担心 以前确实遭过很多的罪障 这样以后就尽量的 临死之前自己都是发愿 念一百零八遍 百字明 将来绝对不会堕入恶趣 这是对我们来讲 也是特别好的事情 此外 进入密城金刚城之门以后 无论失坏了根本誓言 还是之分誓言 如果每天都是观想金刚萨埵 念诵二十一本百字明 就叫做加持堕罪 也就是说 堕罪所产生的异熟果 不会越来越增长 如果能念诵十万遍百字明 则可以彻底清解一切堕罪 这是如果我们每天都是 念二十一遍的话 那么这个罪业不会增长 这叫做加持堕罪 如果我们念十万遍百字明 不管是密城戒也好 或者是别解脱戒也好 或者说菩萨戒也好 善戒律为主的一切的罪障 决定会得以清净的 就是得以清净的 这一点也是庄言许当中这样讲的 如果念诵十万遍百字明 那么一切堕罪 都能从根本上得以清净 持续当中也这样说的 如果能念诵十万遍百字明 一切堕罪 根本堕罪 不管密城还是显宗的 堕罪都得以清净 持续中云 妙观百年约点上 上师金刚萨埵尊 一百字明知仪轨 倘若念诵二十一即将加持堕罪等 十七不负得增长 诸成就者所宣说 如果我们前面所讲的一样 观想金刚萨埵 白色的莲花和约轮上面 观想金刚萨埵 然后按照仪轨 按照我们开线解脱道也好 或者是领体的仪轨也好 还有不同教派的 比如说盖举派也好 还有藏地各个教派当中都有 汉地也是有念诵仪轨的 念一些念诵言口 在这个后面 专门有布雀露的仪轨当中 也有念百字明的传统 有指百字明 按照仪轨来念百字明的话 再可以彻底清净 如果念诵二十亿遍 加持堕罪 不会增长 这是许多大成就者所宣说的 古等恒时二修者 倘若依诵十万遍 彼等清净 彼长清净之本性 所以我们如果真正能念诵十万遍 所有的罪障 都是得以清净的 这样一来 有些人认为 修金刚萨埵百字明的话 好像只是为了听一些密法 或者说只是有一种圆满数字可以 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自己应该 无始以来的罪障是那么严重的 把这个得以清净的话 这是非常的重要 本身也是我们经常说过 金刚萨埵在四方诸佛菩萨当中 在残罪方面是最 世间的语言来讲是最专业的 可以说是依靠它 没有一个不晓得 而且甚至有些经典里面讲 金刚萨埵的身相 我们今生当中看见这个身相 或者听到这样的咒语 这个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的 最上《瑜伽大王经》当中也是说过 最上《瑜伽大王经》里面说是 若得问金刚萨埵名字 具得见身相者 那么于七世当中得无上敌 有这么一个教证 所以说如果我们听到了 金刚萨埵的名字 或者是能见到了 金刚萨埵的这些法相 那这些法相在七世当中 当然七世的算法 根据宿命的不同也有 但七世当中 一定会得成就的 因此我们包括 金刚萨埵的一些法相也好 照片也好 这些见到也是 没有福报的人 不可能见到的 我们听到它的名号和 念诵金刚萨埵咒语 或者说白字名的咒语 也是特别不容易的 因此我们念金刚萨埵的 白字名特别重要 以前法王如意宝 在成都看病的时候 看病的时候 当时跟法王身边有一个 也是经常他们安排的 保护法王的一些公安人员 然后他天天都是 边看《大圆满前行》 边念白字名 他经常说 华智仁波切普贤上师演讲里面 讲白字名的功德 很殊胜 我每一次一看到这个功德的时候 很想念白字名 他自己天天都是在念 当时我印象很深 因为他一般做这种工作的人 也知道自己忏悔 所以我们作为很多出家人 和有些佛教徒 自己认为可能需要残罪 但现在可怜的很多世间人 他都不懂 明明他的罪业非常深重 可是他还以为是 自己觉得很有意思的 很成功的 这样待着 有些人口口声声说一些大法 具体的一些 像我们白字名 像吴嘉欣 这些都是根本不提 即使提的话 他认为这是一种下等的修法 对我来讲是不需要这样的 其实这是最大的一种错误 最基本的我们的相续 就是没有忏悔清净 我们没有好好地积累资粮的话 那么很高的这些 高层次的境界 对你来讲 不一定能得到的 即使得到的话 不会稳固的 因为你的罪障 特别特别的深重 你从无始以来到现在 现在也是 包括你不信佛教的时候 肯定有许许多多的罪业 这些没有得以清净之前 深渊之地的影响 不可能显现在你阿兰耶的明镜当中 所以特别需要尽情 用四对子里白色的布品 实际地擦死阿兰耶明镜上面的 各种烦恼障 习气障 还有索子障 等等的成功 这些成功全部擦干净完了以后 那么什么里里外外的 这些暴露万象的景象 可以自然而然了然呈现 下面就是说 当今时代在藏地这片土地上 淋雨当中 上师 僧人 包括数家男女在内 可以说是没有一个 谁未曾得过灌顶的 所以没有谁不是入密宗之门的 都是已经入了的 藏地也是这样的 现在我看汉地的佛教徒 也基本上是这样的 得灌顶的话 大家都是有一种特别的好奇和热气心 就是一种不管怎么样 大家都只要有灌顶 我想这里没有得过灌顶的 除了刚学习佛法以外 其他都是没有的 但入了灌顶以后 去了密城之后 如果不遵守密宗的誓言 舍必会造成堕落地狱的下场 你没有守护极乐 很多上师的话 灌顶是经常灌顶 但是他从来 没事 你们坐着吗 不要紧 可以坐着 坐着 特殊开学 这是特殊待遇 感觉怎么样 倘若受誓言便可以 获得圆满佛果 除了这二种可能性以外 是没有别的了 可以说下地狱 或者 如果你好好地受誓言 获得佛果 而没有好好地受密城戒 下地狱 除了这个以外 没有其他的出路 就像把蛇放在蛇通灯中的话 蛇通里面的蛇 只能上去或者下去 除了这个以外 再也没有别的出路 全知智悲光尊者在功德藏当中 也是曾经这样说过 他说是 如密师傅之取除 恶趣和佛之外 没有第三处 一般来讲 这是从严格来讲的 当然严格来讲的话 入了密城以后 要么是真的获得长久 要么很有可能下地狱 当然是 中间没有取出第三条的话 意思就是说 不可能在其他地方停止的 当然这是后来的一些大德 在解释的过程当中 这是特别严格的层面来讲的 当然入了密城之后 可能也没有特别犯戒律 也没有做其他真正的偿佛因 并不是说非要让你 这是比较严格的一种比喻来讲的 所以这也是对于我们修持密城者来讲 非常值得重视的 因为密城的分类细致 还有种乐众多的 密城三摩业劫是极其难以守护的 所以曾经阿底峡尊者 来到藏地的时候他也说过 他说 入了别解脱劫的时候 一城不软 就一点都是没有犯过戒律 而入了菩萨劫的时候 偶尔有一些凡戒想象 如果进入了密城的时候 这个罪业层次不穷 可以说戒量不断地 会经常出现过失 那么既然像尊者 修持那样的境界 在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如今这些人 对真理也是积极薄弱 丧失了一些正知 没有正念 正知正念也没有 还有不知道堕罪的各种种类 连密城二十五条戒律 或者说我们幻幻幻的五种戒律 或者说密城的十四种根本戒 有些种类都分不清楚 像这种人的话 那么所犯堕罪的数量 毫无疑问堕入于谁 特别特别多 所以我们进入密城的人 真的是我自己经常想 也受过很多戒律 包括小乘戒律 菩萨戒律 密城戒律 也很多上师面前得过 比如说十能金刚的灌顶 皆证大圆满的灌顶 还有很多很多的 其他的十部 心部 马哈尤嘎 阿尼尤嘎的灌顶 但是其实每一个灌顶当中 的确也有很多不同的戒律 在小乘戒律当中 有这么多的戒条 菩萨戒当中 以前我们也学过《三戒论》 有这么多的戒条 这样的话 到底我受的这些戒律 对我有利还是有害 有时候一想起来 自己也是特别害怕 也有这样的 但因此我们应当要立下誓言 随时随地念金刚萨埵 对治这些多罪 从今以后最起码也是要做到 每天不间断念诵 二十一遍百字面 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 我特别希望 在座的各位 无论你是学显宗的 学密宗的 求百字面来忏悔 对每个人来讲是特别重要 一般来讲我们藏地 我以前也是讲过很多很多次 包括这一点 都是自己做是做得到 已经习惯了 从小都是可以说 早上第一个眼睛开的时候 就开始嗡巴尔萨通 然后念二十一遍 有时候念着十几遍的时候 睡着了 也有这样 有时候不知道念了几遍 后来睡着了 也有重新念 也有这种情况 但是的确对自己来讲 这个小修行 还是有一种习惯性的 可以说 基本上是不会忘的 除了极特殊以外 不会忘的 我希望我们在座的人 以后在生活上 也应该的确是 造了很多的罪业 不说我们以前不学佛的时候 或者说是 平时在七行动念 无我不是罪业的这样的现象 包括我们入了各种 别解脱城 菩萨城 密城 这几个所受持戒律的违反 大大小小的应该说是特别特别多 如果我们也没有忏悔 这样放弃的话 那这些罪业对我们来讲 还是以后解脱的一个最大的障碍 所以说 在这里要求不是很高的 每天都是念二十亿遍 华智仁波切最重要的 以前我们上师如意宝 也是经常讲前行的时候强调的 包括我最开始的时候 在德巴康波那里听《大圆满前行》 刚刚从学校里面跑出来了 当时学校也反对 家里也不像现在一样赞同 当时还是比较反对 但那个时候对佛法很有信心 第一个听到《大圆满前行》 从那个时候开始 基本上自己在生活当中 变成一种习惯 其实刚开始遇到的这个法 对自己来讲好像很有一种缘分 我也是在一生当中 一直自己经常看前行 随时都是拿着手里 我也希望我们很多的道友 这个前行一定要随时随地带着 每天都是犯极业 这样的话我觉得的确 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 这是不可缺少的 后面的后文当中也会说的 所以如果我们凡夫人 经常没有看的话 有一种毛病 过两天就忘了 过两天又变成了另一种心态 这个心态随时都在换 凡夫人有这种差别 这个修行一直是稳固不下来 而圣者对善法方面的心情 是特别稳固 他绝对不会换来换去的 而对恶法方面 即使产生这种念头 马上当下就禅除 会这样的 所以我们应该是 有一些方便法来提醒自己 如果自己已经 精通了深渊次第的窍诀 即使依靠正知正念和 明观等方法 没有违反过任何 善明业界的错误 但是也会因为 与其他实惠根本誓言的人 经常交谈 或者是接触往来 甚至共同饮有一股山的水 也会产生相对的失戒 或者是诸念失戒的罪过 按照文解脱 有些续部的要求 破誓言的人特别害怕 特别严重 我们自己的罪 也是很清净的 从来都是没有犯过 这些密乘戒律等等 但是很有可能 我们更经常犯了密乘戒律 严格来讲 当然我们现在 这个是根本做不到的 比如说 纳容山沟里面 有一个人破誓言 那么整个山沟的水 都是不能喝 这样的话 从特别严格角度来讲是这样讲的 但这个做是做不到的 的确也是经常会有这种现象 所以现在很多人 不容易成就 不容易有些境界出现的话 一个是自己的罪业 非常深重 又遮掌着你的佛心 还有一种 我们所交往的朋友 这些人 他们当中有些确实也是 破了特别严重誓言的这种人 跟他们交往的话 对自己的成就 的确是有非常大的危害 染上危害 所以我们无必要尽情地忏悔 净除罪障 续部当中 无所遗产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我们平时经常念诵这个忏悔文 这个忏悔文当中 我们需要 初步地有一些罪业 第一个 我们跟一些破戒的人 经常交往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 有时候我们可能发现不了 有时候虽然发现 这个的确是公认破戒的 可能是公认破戒的 不然他稍微有一点 对个别上师有一些看法 这样的全部定位是破戒者 都是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公认的 已经明显的 大家也不管从哪方面衡量的话 这个绝对是 尤其是所有的密尘界当中 对金刚上师 有非常严重矛盾的 这样的人交往 还有已经破了密尘界的 主要是这个忏悔文里面 讲的是密尘界 失坏戒律的人 跟他宣讲佛法的 我们现在学院里面 法王如意宝也是这样的 破了严重密尘界的 任何一个灌顶和 密宗的法会当中是不准参加的 这个是学院从建立到现在 一直执行着的 比如说一个人对金刚上师 有严重矛盾的 任何灌顶和学院的 任何一个密尘法会当中 都不准参加的 这样的 所以给这些人 故意地以慈悲心 这些也是众生 这些也是很可怜的 过来过来 我给你讲课 谁都不接受你 都是我可以来摄受你 那这种方式 这叫做是世界的非法气面前宣讲佛法的 还有其他一些破戒的人 依靠他们染上了一些灰气等等 这些都是今生来世的罪障 一定要值得忏悔 法路忏悔 其实在僧众的聚会行列当中 其实只有一个破戒的人 在场的人都会依靠他 那种矛盾灰气会染上的 具体来说 就算是成千三万的 具有誓言的 清净戒律的这些人 他们修行了多少多少年 也不会成果的 不会成果 所以真正破密乘戒的人 还是非常严重 有些人的确是 他无所谓的 跟上师完全是一种 不仅仅是一个诽谤 而且故意制造各种违缘 以前也是在上师面前 确实得过我们经常所谓的三恩德 得过灌顶 得过密乘的传讲 也得过密乘的窍诀 这样的三恩德也好 其中一恩德的上师面前 如果后来故意的 不是光是一种可能是 你互相稍微 比如说平时我们 包括上师也好 金刚道友也好之间 稍微可能有时候是 因为种种的一些处理问题 这时候意见不同 稍微抄一抄 这个都可能经常会出现 包括长期发行人员经常有 但是尽量一般是 不过夜的忏悔 它有一定的时间 如果过了夜以后 忏悔起来特别的麻烦 那么就像是一地坏乃 那么能毁坏满满的一国玄乃 或者一只带病的青蛙 它会染上同住的所有的青蛙一样 颂词当中也是 续部里面也是这样讲过 它说 犹如一地腐乃之 可怀一切鲜乃之 失怀誓言之一人 能怀咒具誓言者 所以我们密宗的 比如说成千人万个人 全部都是密宗戒律清净的 但是其中有一个破誓言的人 去参加的话 那么整个灌顶也好 整个密宗的所有发挥的功德 全部都是毁坏 不但是毁坏 而且还要染上了罪业 所以密宗里面 我们还是特别的注意 学院一直是 执行这样的一个原则 包括我们每次开法会的时候 真正破密宗戒 破誓言的这些人 通过观家的详细观察以后 全部会并出的 就是一次的法会 都是不能开的 原因就是这样 所以每个人 应该自己要注意 以前不是破坏誓言的 但是以后因为种种原因 自己也变成一个破誓言者 这是比破小乘根本戒 破菩萨乘的根本戒 完全是不相同的 你如果没有恢复 过了三年的话 那这个人已经成了 世界的仇敌了 这是特别可怕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到 已经毁坏誓言人 对别人的染污 非常严重 不禁如此 就算是一位上师 高僧大德成就者 也避免不了了 被矛度毁气的人物 有些高僧大德 对他们来讲也是 破誓言人的 这个人物是最严重的 据个例子来说明 以前有一个叫做重工郎吉日霸 他非常了不起的大成就者 依靠一些他的历史 有一次在萨尔地区 受到了一些鬼神的 对他的制造违缘 到了正午的时候 太阳隐蔽不见了 而且变成繁星闪烁的 漆黑一片的夜晚 到了中午的时候 当时当地的山神和地神 故意给他捉弄 让整个太阳都已经一抹 在他面前整个天空当中 开始繁星闪烁 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景象 可是尊者求无助无爱的 来了海虹 有一个叫做海虹雪湖 他的旁边开始唱起了金刚歌 跳起了金刚舞 并且在当时他的境界和感召下 马上在石头上 留下了好多的走迹 到现在仍然都是可以见到的 虽然是这样的一位大成就者 但是后来因为有一个 破誓言的弟子来到他的面前 结果染上了毛毒灰气 而导致生之不轻 不能言语 成为亚人 后来这个景象很不妙的的确 像这样的一个大成就 其他鬼神任何人都害不了的 但是这样破誓言的后来的一个弟子 就是来到他面前以后 马上染上了一些灰气 然后最后都是已经生之不尽 已经变成这样的 所以一般的有些 我们对一些老年的上师 上师的一些身体不好 在这个时候会特别要注意 一些破坏誓言的弟子的清净 一般都是不让 以前法王如意宝 在晚年的时候 对于这件事情 我们也开过很多次会通过商量 后来上师大概是 接近六十多岁的时候 身体也是显得不是很好的 大家都是担心 后来可能有这种弟子 会对上师的身体不利 一直尽量地积聚一些外来的客人 因为有些弟子的确也是 比较工人破誓言的人 这个还是非常注意 以前《千词伊西多戒》的 传记当中也是有 有一次他让一个弟子 从万江悬崖上让他跳下 当他跳了以后 不但没有死 反而他熟悉前世的中心 当时《千词伊西多戒》说 本身他好像是 甘马郎巴道转世 但是因为他染上了灰气 一直他的这种智慧 没办法开发 就没办法熟悉过来 所以这次通过严厉的呵斥 让他的灰气全部消掉以后 才能体现他自己前世的智慧 也有这样的现象 所以在我们一般的生活当中 秘乘这一点也是特别需要 就是值得重视 以前《上师如意宝》的弟子当中 有一个是 非常工人的破誓言者 当时我们开伏藏 开《中日生山》的伏藏 那那个老头子现在还活着的 刚开始的时候在上师面前 听过很多十能金刚等密法 后来还是故意诽谤 各种各样的事情 我们在藏地特别的供认 所以我们一般上师的传承弟子 不跟他说话 也不跟他有一次 开一个佛学会 我们学院的几个代表在那边 结果一看 原来那个人当地 他还是有一定的地位 那个人他们的仙上 也邀请到一座上面 我旁边还有一个法师 我们后来才认出来了 认出来了以后 不敢吃饭 跟旁边的人说 我们有重要的祭司 对不起 要出去一下 只有出去吃面 所以连一刹那也不敢带 也不敢说话 确实破坏真正誓言的人 对自己的生命也好 自己的修行 也是有非常大的障碍 当然我们平时有一些 我刚才讲的一样 这个也是破誓言的 不能给他接触 那个也是破誓言的 不能给他 这样不能说的 应该破誓言还是非常公开的 特别明显的人 否则好像这个人 当然如果有些人在暗地也好 对自己传法的上师也好 或者密城的上师 经常有一些诽谤的话 这种人跟交往 好是确实不好 不管是我们从 世间有世间的一些做法 从世间的角度来讲 每一个生命要体现和谐社会 从这个角度应该可以这么说 但是密城他自己不共的 从誓言或者成就的残缅来讲的时候 的确也是任何一个人 先一直上师 而且这个上师也是合格的 有些上师所谓的也是 以上师的名义来骗很多人 那这个到底是不是上师 也可能需要分析的 这个不好说 那么如果真正是破誓言的那样 那自他都应该值得注意 说实在要值得注意 所以还有那个 此外有一个成就者 叫做《我经八尊者》 他也是曾经在他的道国当中说过 他说 虚于其人人千花 尽有世界地可海 唯有四尊能救护 他说 我虚于藏地的瑜伽师 他用自己乞丐来称呼 他的名字叫做人千花 我这个人千花来到这个世界 一辈子当中 只有害我的人破誓言的人 破誓言的人 给他接触的话 就刚才那个人一样 他自己的修行 各方面障碍特别大 还有一个在这个世界上 最唯有的能救护我的 今世来世真正能救护我的 就是我的上师 所以他就把整个一生也好 对他的生活来告诉后人 我们应该对破誓言者 一定要注意 否则可能像他们那样的大成就者 也最后染上了灰漆 更何况是我们其他的人 当然救护我们 除了上师以外 在三界轮回当中谁能救啊 就像《入行论》里面所讲的一样 梵天也好 帝氏天也好 包括我们的父母 贤人 谁连梦中都是没有 像度众生这样的一念 以大乘佛教的思想来救护我们的 唯一的上师 他能洞察整个万法的真相之后 给我们宣讲了大乘和鲜密的教言之后 我们就认清了 轮回的国患和解脱的功德 所以说 能救护者就是唯一的上师 而能危害者就是失坏誓言的这些人 所以说 如果失坏 密称根本金刚称的三枚业界 罪过极其严重 并且受持也是十分的困难 不观察自相续 认为自己具足食业而兴盛无慢的这些人 最终一死无成 有些人都是根本不观察 认为自己得多少多少官邸 甚至认为自己是金刚上师 自己是很了不起 这样的话 最后一无所成的 自欺欺忍的 正如密宗续部当中也说了 三门即使一刹那离开三贪承之本性 也是违约誓言 从严格来讲 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不应该值得傲慢 否则有些密称的戒律当中讲 自己的三门经常处于 密宗本来清净的贪承当中 如果一刹那离开 也是失坏誓言 也不分地失坏 不是完全失坏吧 也有这种说法 从这个层面讲 一刹那也是不离开 本来清净坦承的人 可能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也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们自己 也不应该值得傲慢 当然如果你离开了 擦了以后 是不是全部破誓言者呢 在这里也并没有这么讲 不是这个意思 显而易见的是什么呢 密宗金刚城的誓言 又是多么难以收获 如果详细分内 那不下十万种誓言 我们上师心底里面 专门叫做上师 我看 誓言三个如意宝 什么海是吧 上师心底里面 试言 上师次第 试言次第 还有什么次第 应该是三种海吧 上师心底 不是你们天天 包括盗版的书也是买 买完了以后 看一看 看一看 看的是最高的地方 受持誓言谁都不愿意 所以观家讲戒律的时候 谁都不愿意听 但是最终不愿意听的人 经常受开除 我们讲誓言的时候 谁都不太喜欢 但是没办法 确实试言也是世间的一种法律 没办法的 所以有十万 包括上师的圣构仪分 戒条是非常多的 数量繁多 而且石毁试言的罪过 也是非常严重的 啊 非常严重的 犯罪倘若未忏悔 今生之中造不信 我们《三戒论》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吧 今生当中造不信 后世转生 金刚语 痛苦无依论比处 是吧 就是在来世的时候 后世转生 金刚语 痛苦无依论比处 所以如果失坏了这个誓言 没有好好清心忏悔的话 即生当中也是 出现种种的不信 比如说生病 出现断命等等 有很多不吉祥的 然后来世转到地狱里面 感受无量的痛苦 也是这个意思 正如续部当中也说 金刚语刹 通饮七心血 他这里也讲了 断殊多病 死财未远处 长久住于无间地狱中 极极恐怖感受难忍苦 破坏 失坏金刚试验的这些人 我们入眼不一定看见他 但背后有一些很多 罗刹 野刹 鬼神 他们都是开始喝他们的心血 然后喝完了心血以后 肯定生病 还有断命 堕病 经常当中也是把自己的财产 全部都经常失坏 出现种多的一些怨敌等等 凡是不吉祥的 很多事情都会出现的 那么来世都在 金刚地狱里面感受痛苦 其实守护誓言的人 即生当中什么都特别顺利 特别圆满 想什么都是形象失证 可以说如愿以偿 就这样的 因此我们必须要随时随地 精进一业地 修持金刚萨埵 念诵百字明 忏悔对治一切 能想起来的 或者想不起来 所失坏的一切戒律和堕罪 古达德也是曾经这样讲过 说是 出血未染上罪 一旦染上罪 忏悔即关押 最好就像《金刚十轮金刚》里面 最好是不要染上罪 最好不要睡懒觉 如果一旦睡懒觉 或者染上罪 忏悔就非常关键 如果假意忏悔 那么失毁密宗誓言的罪业 也可以轻而易举 得以清净 如果忏悔的话 那密宗跟显宗不同的 忏悔可以清净的 《圣闻层》当中 如果失坏一些根本堕罪 就像挖起破碎以后 没办法恢复 大家都知道有些土器弄坏了以后 没办法不修 而破菩萨戒 就像珍宝用品破碎一样 这种珍宝用品破碎了以后 依靠其他一些三桥的工匠 能重新修复 可以的 所以这样的菩萨戒也是依靠一些 三知识可以处仆 恢复菩萨戒也是可以的 你犯了菩萨戒以后 在三知识面前自己念三句经 开始忏悔的话也可以 通过依靠他的因缘可以修补的 而密宗戒稍微有一种 凹陷的珍宝用品 不需要找什么其他的工匠 自己可以敲一敲 就马上把原来凹陷的地方 可以恢复了一样的 自己修本尊 念咒语 观修灯词 念金刚萨埵 百字明 通过这样的忏悔 完全可以清净无语 所以现在密宗的誓言 一方面还是很可怕的 会染上 但另一方面 随时都是有正知正念的话 很容易忏悔 这一点是他的 可以说是优势 像小乘的有些戒律 的确也是 它是有一种隐藏性的 烦恼根本戒的话 那么就没办法的 即生当中完全恢复的 而密宗戒的话 他犯了这样的堕罪 但后来通过忏悔 尤其是密宗里面有特别殊胜的 像观想一些贪嗔 还有念一些本尊行咒 金刚萨埵行咒 这些来忏悔 这些来忏悔 当然如果违约 毫无辞意 立即忏悔 最容易清净的 时间拖得越久 罪业越来越增长 最好是密宗的忏悔方法 跟其他的忏悔方法还是不相同的 密宗立即忏悔 我们学院有个要求是什么呢 两个金刚道友如果吵架 或者打架的话 那不能过意 这是上师如意宝 以前都是一直要求 现在也是 我们一般都是能执行 比如说今天两个道友吵架 当然有些人还可以的 有些人当时可能是自己生气 生嗔恨心不好的 但后来还是有正知正念 马上去忏悔 就马上去忏悔 从此之后 互相不忌在心 这就是密宗的忏悔方法 但有些人可能不是这样 不要说是跟金刚道友 跟金刚上师面前 一次的悔恨 一直在心 后来路上看到的时候 好像态度都有点不相同的 也有这种 但这样可能对自己不一定很好的 对上师也好 对其他道友都是不一定有危害的 比如说两个道友 一个是马上能想得开 另一个也想不开 那么能想得开的这个人 马上向他忏悔 可是这个人不接受的话 那么自己已经忏悔了 已经想得开的话就可以了 但是另外那个人 可能害不到别人 就是害自己 其实很多嗔恨心也好 贪心也好 烦恼就是害自己的 最大的一种罪魁忽数 可以这么说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世间 应该说越快越好 忏悔也是有一定的限度 一旦过了三年以上 就越越了忏悔的期限 即使作忏悔也是没办法得以清净的 以前我们也是讲过吧 忏悔一般都是 没有过夜之前忏悔的话 这叫做未识 稍微念个百字名 互相 没有过夜之前的话 这叫做未识 未识言的意思 未识 很容易得清净的 没有过一个月的话 这叫做失失 失坏失言的意思 那么这是通过七次的忏悔以后 可以得以清净的 没有过一年之前的忏悔 叫越识 越过的越 超越了一种誓言 这种比较难忏悔 要忏悔的时候 用金子 银子作回供 或者布施自己的儿女 或者自己所有的财产作用等等 就是这样来忏悔 过了一年以后 没有过三年之前的忏悔 叫做失坏 坏事吧 应该坏坏的事 那这种只有自己的生命来忏悔 只有自己的生命来忏悔 过了三年以后 这个是不行的 识言明先许当中也是说了 过了三年以后 不能接受忏悔 如果你过了三年以后 上师也是接受了弟子的忏悔 那么上师和弟子两个都是 堕入金刚地狱里面 会感受烦烧的痛苦 专门有一个教证 所以说对密乘的誓言 其实了解很重要 否则现在的有些人 求密乘还是比较多的 可是受誓言方面 基本的概念都是没有的 甚至连一个小乘戒律的概念都是没有的 那这种人的确是 不如不求灌顶好一点 一求灌顶以后 对将来来讲 因为他对金刚道友之间 也是完全产生严重的矛盾 而过了三年不去忏悔 跟某某金刚上师面前 也是完全是一种失坏誓言 过了三年也是不忏悔的 那这样的话这辈子 绝对不会有恢复的机会 即使你去忏悔 也是恢复不了的 这一点我们上师如意宝也是 以前专门正顿藏地学院的 各个佛教 可以在佛教徒当中 做了一番正顿 当时学院也明显地 开除了相当一部分破坏誓言的人 到目前为止 这些人还是隔离的 可以说跟僧众 不可能跟僧众一起去灌顶 没有 各个地方都有 所以我们经常到一些 别的地方去的时候 首先要了解 比如说要一起搞一个密宗的法会 一起参加一个密宗的法会 那么首先要看 有没有工人的破释言之 如果有的话 那就没办法 以前文革期间 有个别人专门披兜自己的根本上师 后来也专门有一部分 现在可能另一部分的人 现在已经离开世间了 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 跟金刚上师有严重矛盾 而且也是大家都是公认的 这种情况的话 绝对不能跟任何密宗的灌顶也好 修法也好 一起共修没有用的 最好不要共修 此外作为凭借走力 还要加持来救护他众 中指禀报 消除瘟疫 还有治病救人 以及有同健康成长等等 坚固自他而立的人们也一样的 也要想 具备助力和加持 必须要进出欲章 还要想度化众生 有些出家人想出去救护众生 给病人念经 还要中指冰报 下冰报的时候 马上哗哗哗哗念个咒语 马上冰报停止 出现瘟疫的时候念咒语 想这样 真正想度化众生 像这样认 你最好先以自己语言的障碍现出 语言应该有各种咒力 有咒力你才可以做这些事情 而使语言得以清净的方法 就是 无有比精华百字明更为殊胜的 你要语咒 你要念经 你给别人加持的话 你一定要自己的语言清净 语言清净的话 多念百字明 你没有念百字明的 你光是吹一口气 光是你给别人念的话 不一定马上起作用的 所以随时随地 精进念诵百字明是至关重要的 华智仁波切的上师 我的执尊上师 也曾经以开玩笑的口吻说过 想救护他众享受信财 王财的人 首先必须要预掌清净 要预掌清净的话 为此一定要念诵 一千万遍百字明 必不可少 他为什么开玩笑呢 因为有时候 我们也经常说吧 你真的要去度化众人 你真的要去下面水之品救人 这样的话 你要预掌清净 你要预掌清净的话 念一千万遍百字明 他的上师一方面是有密意的 因为当时在藏地 他们想度众生的 享用心财 王财的人也比较多 所以你要去真正给别人超度 给别人念经 那这样的师父 你要先自己要念一千万遍百字明 一千万不要说 我们十万遍的有些人 一直念念 念了好长时间以后 还是念桌上面的记号一直不懂 很多人比较 百字明确实不好念 但是功德很大 一定要好好地念 你看上师的弟子当中 许多都是已经念了一两千万遍 有些是念的一千万遍 有些是两千万遍百字明 最低也是圆满念了 二十万的 三十万的 我们这里十万最低要求 因为当时的很多古人 他们严格要求 可能念得不准 念得不好 念得缺陋 那为了补上这样的话 本身要求四万遍 但是也有念十万遍 也有念二十万遍 这是最低也是 所有如来要存在的 这些传承弟子 念上师瑜伽的 念华生大师信咒一千万遍 百字明三十万遍 基本上是这样的 华智仁波切也是这样的 包括我们上师如意宝的 上师特怪如意宝他们 也一直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有些人 是真的对念诵方面很差劲的 真正能念诵 都是不是很困难吧 以前我们讲 我看当时我大概是 可能前行讲到二十几节课吧 在那个时候 有一个老喇嘛 找我父亲的一个朋友 他说他已经十七年当中 念了三亿遍观音信咒 他从现在开始 发愿念一亿遍 他今天又找我 他说他的一亿遍已经念完了 我大概算了一下 还不到三年 马上要三年 我当时可能大概 我们前行讲了六十多节课的时候 给大家也提过 他当时也跟我说 一定要加持我 我现在念了五千万遍 还有四千多万遍吃 最好不要死 我没有死的话 我可能能 我这一辈子 因为他当时刚开始发愿的时候 以前可能他念了十七年 三亿遍已经完成了 他最后第四亿遍念的时候 他七十九岁 那我看今天应该是八十二岁了 那这样他说 他今天跟我说 能不能出世或者出二的时候 也空个时间 看来可能再发愿一遍的话 他有没有三年的寿命 如果有三年寿命 他能念得完 而且他自己说 他念得非常清楚 他晚上稍微睡一点 除了吃饭以外 他白天晚上不断地 一直念观音星座 所以其实我们人有时候精进的确是有的话 不要说十万遍 百字明 念很多咒语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困难 可是我们有些人 三年过得特别快 不管念经 修法 闻思 很多方面可能散乱得比较多 大家应该要想一想 别人是这么念的 以前我讲过吧 有一个喜马拉雅山闭关十六年的 宫求歌许 他当时念了 百字明年应该是一百二十万 科大头是一百五十万 后来他在01年的时候 事先圆寂的时候 也出现许许多多的舍利 很多舍利 包括很多国际上的佛教徒和一些新闻媒体 也是在对这件事情特别关注 上师金刚萨埵是 集聚百步的自信 成为大秘一步金刚萨埵 浩瀚无垠 不可思议 一切极梦本尊 也无不包括在金刚萨埵之中 其实修金刚萨埵的话 所有的这些本尊都可以集中在 金刚萨埵的本体当中而修持 因为本体观为余 自己的根本上师是无二无比 所以终极了上师瑜伽 可以成为叫做 珍宝终极的观修方法 即是修的上师瑜伽 也是修的金刚萨埵 而且其他浩瀚如海的所有的金刚萨埵 都可以以金刚萨埵来修持 而我们说是百步 所有的这些其他本尊当中 金刚萨埵是唯一的百步中极 所以说我们讲 金刚萨埵大幻化王的时候 所有的十方诸佛 以金刚萨埵的本体当中 怎么样善失 怎么样收集 专门有这里 比如说金刚萨埵 就是一个佛陀 他能幻化无数的 一千个佛 一万个佛 十万 百万 全部世间的佛 以金刚萨埵一个佛可以善失 然后可以包括在一个佛当中 在这里面所有的 比如说十灵金刚 密集金刚 大圆满的所有传世 全部都是包括在金刚萨埵当中 所以我们把金刚萨埵作为 自己所修的对境来这样的话 这种法门是非常甚深 极其甚深究竟的法门 正如前文所说的密咒当中 也没有超过咒王百次明的 因此我们应当要了知 何时也再没有比更甚深的法了 金刚萨埵的确非常深 本身我们可能要讲两三堂课 稍微细一点也是可以的 但不知道怎么样 最近我们用众觉的前行 快讲完了好一点 有这种感觉 所以可能拿得稍微快一点 我心里面还有很多智慧 一直没办法表达出来 因为世间关系 没办法 他在这里最后 以暂停节的方式来说到 说已经虽然听过了 非常有意义的这些 包括金刚萨埵为主的 很多很多忏悔业障等等各种窍诀 可是我们自己的相续 特别低劣的原因 还是耽著一些词句 没有这个世界当中去修持 百字明可能那么殊胜 刚开始听的时候 可能大家都觉得 哦 要好好念好好念 但等会下完课以后 又是随风飘着了 没有了 少许实修也是 以平时各种的业力烦恼 丧失了正知正念 各种散乱已经起火着 没有实地修持得非常圆满 所以华智仁波切说 像我和我这样 特别迷惑的这些友情 相当可怜 愿自他的相续当中 真正能生起 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的 我们百字明的修法那样的 精华教义 这一点需要十方诸佛和传承上师的加持 和护法身的护约 才能我们真正的修行圆满成功 尽处最业障法 观修上师金刚萨埵指引导众 这是我们讲的修法 祈求好 表情 这是我们讲的全球 把我们的在城市中 还有一个修行圆满 如果他们们继续中心 可 我们的sek会 但我们的一个地区 他们修行圆满 他们做出的 我们的社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